言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孙中山是达意吩咐王宠位 要安排宋家事一家人 坐在显耀的官礼位置上 人家有些不是很理解 但是呢 孙中山是知道 他这么做 是唯一报答宋家事最好的办法 如果不是这样呢 他心中就会更加不安 孙中山是十分了解 这个大半生追随自己 支持自己 但是又毫无所求的患难之教 对他 唯一的报答 只能够就是这样了 那孙中山呢 就穿着黄龙生设计那件大总统礼服 一出现 大家就鼓掌高呼万岁 情绪激动 呼声震意 连同时 连在总统府外面的民众啊 都听到里面喊万岁的声音 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宇宙 万岁万岁 南京各个炮台 同时命放礼炮 孙中山就职典礼 是由山西的议员代表 竟要与主持的 他首先呢 就报告总统产生程序 然后就宣布 共和政府 今日成立 临时大总统 就职典礼 现在开始 全体肃立 乐队高奏进行曲 跟着 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孙中山 左手放在胸口 右手 举起宣誓 誓示是 庆福满洲政府 巩固中华民国 图谋民生幸福 此国民之公义 民实尊子 以忠于国 为忠服务 自尊制政府祭祷 国内无变乱 民国却立于世界 为列邦公认 私事民党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仅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 元年元月 元旦 孙文 宋海宁呢 一听到宣誓 就立刻就问他父亲 孙先生 为何在世池里加了一句 将来自动辞职 哎呀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嘛 宋家书又说 我都想不到他会这样说的 这个呢 就正正是孙中山的为人 做大总统的职位呢 对他没什么很大吸引力而已 议员代表 景耀玥的仲词呢 哎呀 太长了 他的仲词呀 被孙中山的誓词呢 要长几倍的 听到人家黑眼睡的 他又满口山西话 那个我字呢 就说成我字 就经常都我我我 宋海宁就偷偷笑 哎呀 你看他 整天说饿啊饿啊饿啊 好像山西人都吃不饱饭那样的 危贵真就撕了他一下 你再说了 我和你找个山西老公 让你整天饿啊饿啊饿啊 你才行 那个令人黑眼睡的 仲词讲完以后呢 景耀玥大声宣布 受恩 孙中山就双手 接了黑着中华民国 大总统几个大字的大人 景耀玥呢 又大声宣布 请临时大总统 在就职宣言上家人 孙中山就在宣言上 扔了个总统大人 那平地一声泪 孙中山在南京 就职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呢 一怕就轰动全国 受震惊最大的呢 就是袁世海了 这个一心想做大总统的袁世海 一看到头条灯在孙中山 上任总统的消息 就将报纸一拍 就放在桌上咬牙切齿地说 好啊 你孙中山了啊 你居然弃弄我 是吗 袁克定就劝了他 汪正为有封信来啊 他都说 这个是临时的而已 是临时的 只是因为父亲 没有答应都说 放弃君主立宪制 所以才会搞出这件事啊 袁世海的火气都没笑 哼 那个唐绍仪真是混账啊 杨凤因为啊 他和孙中山是同乡 他早就倾向共和啊 哼 哎呀 父亲 你都已经罢免了他南北和谈代表的职务了 算了 提他做什么呢 和谈和谈谈个屁 人家都在南京就职当总统了 好 那不就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对了 袁克定就在地上执回一张报纸 你看啊 孙中山在誓词那里啊 有句这样的说话啊 私事 民 当解大总统之职啊 大庭讲众讲的啊 他不会失信于民吧 哎 你这个人真是 没有这些脑筋的 多少东西都得过讲字的啊 讲的有什么意思啊 那你又没有看啊 他前面啊 还有个先决条件啊 就是民国却立于世界 还要国内无变乱 哈哈 要做到这样啊 何年何月啊 通通通都得过讲字 那时呢 门房来报告 两位段将军 和冯将军奉命都来 袁世河就叫他儿子回备 吩咐 请他进来 段祺瑞 段之贵 和冯国章 三个人 一身容装 一起都行到客厅 段祺瑞呢 油光满面的样子 斯文的都不像个将军 反而像个教书先生 他是袁世河的老部下 很久以前 袁世河在天津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是炮兵营管带 兼徐营学堂的监督 1899年 又跟随袁世河 去山东镇压义和团 后来呢 又带第二军 去遗兆武昌起义 这个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人呢 是死心塌地追随袁世河的 一坐落而已 段祺瑞就问了 袁大人 你召集我的例子 是不是那个孙中山 涉据大总统职位的事啊 袁世河就故意摆出一副 不涉一谈的姿势 嘿嘿 这个时候 谁都可以自己封住 那个什么什么官的 懒得惨他 冯国章就说 啊这样怎么行啊 他在那里玩弄我们而已 一边谈判 一边做总统 我们北洋国 怎么受得这口气啊 段祺瑞就跟着说 总理大人 你应该立刻发言 给南京 质问孙敏 为什么背信弃义 为什么匆匆忙忙 自己就做了总统 袁世河就问 哎 你们说了 我们又怎样做法好呢 啊 段祺瑞就说干水 没力解决嘛 我们几个准备通电全国 势死抵抗 袁世河就滋滋油油的说 那也好 对孙敏呢 施加的压力也好 不过呢 只是靠你们几个 就怕单薄一些吧 找多几个 嘿嘿 那不是很容易的呢 我们三个人去找 找几十个都可以的 段祺瑞就果然 找了四十二个北洋军的将领签名 向全国发抗议通电 一时间火药气味呢 又离万全国了 那天一早 马上看报纸 看到这条消息就大吓一惊 哎呀 看来又要打大仗啊 四十二个北洋将领 联名通电反对大总统啊 另一个卫兵就说 哦 喂 北洋军很厉害的嘛 全部用德国枪德国炮的嘛 找维俊一手抢了一张报纸 呸 你们在那儿 将他人 志气灭自己威风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对外说这件事了 不要让大总统知道啊 所有的卫兵 就下下大笑 马上就乘机 整了运违进一句 我们都知道了 大总统怎么会不知道的啊 如果这么大件事都不知道啊 他怎么做大总统的啊 这边的警卫呢 正在那儿议论纷纷 在办公室里面 孙中山就跟王卿在那儿谈这件事 孙中山就说 袁世凯就发火了嘛 打电本来被五庭方骂我们嘛 王卿就说 段齐日凡国张他们 用了四十二个将领 通电全国 说要终断和议 停止谈判 要停止执行停战协议 和我们血战到底 孙中山就笑笑口 他们什么时候试过停战 就不是了 一边谈判停战 一边就进攻 这些是袁世凯惯用的手段 前阵队 他就乘机攻下太远 进攻陕西 孙中山就说 那个袁世凯 在和谈中高调 说他不忍徒探生理 这些是为了麻痹我们的 王兄就担心 如果北阳军 大举进攻 我们没有实力对付他 孙中山就知道 王兄说的实力 就是财力 因为一开战 就要赚钱来支撑 我们现在手上无事 怎么办呢 王兄还说了一段新闻 他说袁世凯 将清朝的皇宫大臣 召集在一起 就威吓他们 起义军就怪 打来北京了 你们快点拿钱出来 做军费 拿来买军鞋 如果不是啊 到时呢 身家财产都没了 连性命都没了 袁世凯一番恐吓呢 果然是十分有效的 那帮皇宫大臣当时 见了一千万两百元出来 哇 一千万两百元啊 对穷到冬世的共和国来说啊 真的听到都流口水了 孙中山就叹了口气 唉 他本事啊 唉 我们哪里找的 哪里找人拿这么多钱出来 革命党人就两手空空的 帝国主义呢 就隔岸官货 一分钱都不肯借 各个省呢 就各自为整 一毛钱都不肯交给中央 如果不是 公旗在三井东斯 借到多少钱来 我这里连买默水的钱都没有啊 黄兴也都摇头叹息 两个人没话可说 过了一阵 孙中山就说 唉 这样 我打电报给袁世汉 给他定心院他吃呢 如果他能够促使 本清皇帝退位 他本人又拥护共和 我宣民绝不失信 我将总统的位让给他 是吧 那如果袁世汉收到 孙先生你这个书面承诺 我看他会放心点 照我看呢 他都不是真正拥护王权的 袁世汉他最关心的 是自己手上的权力和地位 孙中山就下决心 好啊 就是这样 那阵呢 马上就拿着一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进来 想挂在墙上 孙中山呢 就皱起眉头 哎 等一等 王兄就想起 七年前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呢 他和孙中山因为国旗之争 搞到反面了的事 现在他怕着又引起孙中山发火 他就快点做个手势 叫马上 拿回那支旗出去 孙中山就叹了口气 哎 看来呢 他们一定要用五色旗来做国旗的 我如果再反对 那就会使得很多人伤感情 总统就职之后呢 第一日的会议 孙中山就提出 用世界通行的功力 来做中华民国的纪元 虽然当时也有人反对 但是呢 总算顺利通过 讨论国旗方案的第二日呢 虽然孙中山是极力争取 但是直至都没有通过 清天白日旗 只是作为海军旗赤来使用 其实呢 孙中山反对五色旗做国旗啊 是有道理的 这面旗呢 是江泽联军攻打南京那阵 最先打出来的 根据徐绍征的解释呢 红黄蓝白黑 是代表汉满蒙回藏 所谓五族共和的意思 但是孙中山就认为 喂 中国有几十个小数民族哦 那么其他小数民族 因为人数少些 就不能够参加共和 那么太不公平了 何况呢 五色旗并非是江泽联军首创的 原在北洋海军创立一阵 海军就用五色旗 作为一品二品大官的官旗 就掛在兵栏上 一月二号 赞论并无结果 三号呢 大多数代表都认定五色旗做国旗 孙中山就十分不高兴 之后无可奈何 孙中山就继续跟黄卿在那儿聊天 忽然间呢 宋爱玲就来报告 日本的朋友 犬仰毅他们来拜访孙先生 孙中山就对黄卿说 那几位都是支持过革命的老朋友 我想聘请他们做顾问 不如我跟你一起见一下他们呢 客人进了客厅 孙中山 黄卿 一同客人一一握手 欢迎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 孙先生 可惜我们来迟了一步 不能够参加你的就职大礼 日本朋友就称赞孙中山 哎呀 孙先生 你精神真是好啊 几十年奋斗 终于取得成功啊 真是恭喜恭喜啊 哦 只算一个好的开头而已 还没达到乐观地步啊 皇卿就补充 满清皇帝呢 还没肯让位 中国还有一滑足那么乱 要从头收拾 哎呀 怕还要很多时间啊 孙中山就问 日本政府对中国巨大的变化 有什么看法呢 犬养毅呢 就将日本外相反对中国共和 还用武力解决的说法 一五一插报给孙中山听 王卿就骂了一句 喜有此理 孙中山就表示 我们希望和日本和好相似 平等互助 不过呢 我们从来都不怕人家威胁的 犬养毅呢 也都表示 他们呢 是不赞成外相那种 那么茫环的看法的 头山满呢 就说了一句 我想向孙先生提一个建议 嘿嘿 这个日本老朋友 想提出什么建议呢 欲知后思愈何 且待下回分解